现在这些运动员在训练的时候 他运用就运用起想象 不仅在运动员 也在医学方面 很多治疗和医疗都开始用起想象 不只是在运动界 体力界 也在医疗界 有些医生就这样去跟他的病人治疗 就是一种疗愈的方式 比如说十年都不能举起手的人 他就让他训练他去想象想象 他举起来举起来 最后他竟然十年都没举起来 第一次就举起来了 谢谢大家